我是中国职业网球运动员吴亦彦 叫我阿饼就好 这场地方就在这边 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个小点 我的持续肌肉力量没有说达到我爆发那一下的强度 都是有可能对我这个关节造成一些伤伤 我看起来这个手术也挺好 恢复得也挺好 对吧 现在咱就是得慢慢来嘛 循序渐进 他承担了他这一代运动员的希望 这个手肘从做完手术到现在其实也快一年了 期间也是反反复复疼了很多次 不管从生理的打击 还是从心理打击都是蛮大的 对于科比印象最深的一次受伤 应该是在跟肩断裂以后的两次罚球 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 会看得很感动 因为我相信他一定是非常想赢啊 如果说你真的很想做到这些事情的话 身体上的疼痛可能会暂时的消失 我觉得倒不如说我把这个受伤这段不能打球的时间 当作一个沉淀 我不会被这个伤病轻松松给打垮 我现在就是有 就是 侧身过来 我侧身过来打 现在我们一定要打 把对手要扯得出去 我非常感激我所经历过的这些痛苦 不接受这些痛苦的话 我没有办法越来越进步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你作为一个斗手 你就要学会去接受自己的失败 你今天又被碰了 肩盘侠 平你起来 大肚平 肯定是什么 我不会回答他 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而你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FG 很正确的 可有